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那随着AI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 还有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呢 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最近德国西部呢 有一间游泳馆 就开始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防止泳池内的人发生意外溺水 而这项技术呢 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 已经经过了300多次的实验 那误报情况很低 为救生员是减少了不少的负担 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有AI的游泳池是如何运作的 眼前这间位于德国红宝的游泳馆 为了防止泥水事件发生 在泳池中安装了多个水下检测器 同时搭配人工智能系统 来保障游泳者的安全 系统通过水下检测器 实时监控泳池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异常 将会立即发出警报 协助救生员展开救援工作 这样一来 救生员的岗位在未来 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呢 受访的救生员坦言 他并不担忧 因为AI只会更好地辅助他们 让前来游泳的民众更安心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能够多有效地减少溺水意外 还有待时间证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拿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拿变 感谢观看